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韩媒频道 我是韩媒 我是加拿大的韩媒 今天是2019年3月7日 星期四 这个视频呢 我想继续跟大家聊一聊 关于这个华为 华为呢 自从孟晚舟这个事情出了以后呢 他们有一段时间呢 比较沉默 后来呢 就任正非呢 就亲自出马 出马之后呢 接受了一些个采访 一开始他的态度呢 比较冷静 他就说呢 会配合这个司法程序 而且呢 他说对美国呢 也没有什么恨意 就是配合他们的司法程序 比较能够理解 以那么一个态度出现 那最近呢 他们的态度呢 就有所转变 然后就开始呢 抨击美国 开始呢 起诉加拿大 先是在3月1日的时候 就是加拿大司法部呢 决定进入孟晚舟的 引渡程序的同一天 他们就起诉了 加拿大政府 很显然呢 他们这个起诉 其实是早就准备好了的 那在同一天呢 递交了这个起诉书 关于这个起诉呢 这个案件 我已经做了两个视频了 介绍这个案件 我认为这个案件呢 是赢不了的 没有道理的 按说 如果说这个案件 没有律师的参与呢 我们会觉得说 孟晚舟呢 比较不懂法律 但是呢 她是有律师的 而且呢 他们家有的是钱 对吧 请的应该是 都是比较资深的律师 但是律师呢 不可能不懂法律 而且呢 这件事情呢 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一件事情 就是边境官呢 他们的执法程序 这个律师呢 应该是懂的 那些全都是 边境官的执法程序 正常的一个 执法的程序 每一步呢 都是很正常的 但是在起诉书里面呢 几乎每一句话 他都加上一个违法 说是这个非法的 那个非法的 全都是非法的 还说呢 如果说呢 让他请律师 他是不会同意 给那个边境官 提供密码的 那个密码 他必须要提供的 有很多 有边境经验的人呢 都会知道 就连那些留学生 他们都知道 在你入境的时候呢 他们会检查你的手机的 你如果设了密码 也没用的 你一定要给他们密码的 所以呢 那个案件 如果是为了拖延时间的话呢 还有一点说得过去 那这是他这个民事案件 就在今天呢 华为还宣布了 起诉了美国政府 那个案件呢 也基本上站不住脚 那个案件呢 不知道他们是一个什么目的 有可能就是 死马当活马医吧 好 这是关于这两个案件 这两个案件呢 基本上是站不住脚的 这也就是他们有钱 如果没钱的话 这纯属是浪费钱 但是他们有钱 反正不管是有枣没枣 打一杆子 也没所谓 反正是有杆子 对吧 也有打枣的人 所以也没所谓 那是这两个案件的情况 任正非呢 他还干了另外一件事情 我觉得呢 就比较荒唐了 而且呢 有可能给任正非呢 惹上麻烦 他干了一个什么事呢 他就是在公关方面 做了努力 他做了这么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 邀请这个西方 一些大的媒体的记者 邀请他们呢 到华为的总部 也就是深圳来参观 让他们呢 到深圳他们的总部 来随便参观 里里外外随便你们看 他的目的呢 就想让这些记者 来了以后呢 里里外外都看个遍 看看呢 华为工作环境 是什么样子的 想替他们说一些好话 说华为呢 是一个正经的公司 不会干那些 不正经的事 他的目的呢 很显然就是这么一个目的 等他们来了以后呢 他们一定会给他们介绍 说我们现在你看 有什么样的实验室啊 然后我们每年会花多少的 研发费用啊 现在我们有多少的专利啊 什么之类的 来说明他们比较先进 他们比较勤奋 但是呢 他用了一个什么特别可笑 特别荒唐的一个手段呢 这个任正非啊 他就offer他们这些西方媒体 他说你们来吧 你们来的话呢 你们来回的机票 我们给你包了 你来了以后呢 吃住行 我们全都一概全都包了 这简直是特别特别可笑 这个任正非啊 真的是老糊涂了 我就现在呢 这件事情呢 透露了一个信息 一个信息呢 就是说 这个任正非啊 老糊涂了 这是起义 其二呢 任正非可能比较固执 比较刚笔自用 为什么 不用我往下说 大家就会知道 任正非的这个做法呢 是多么的愚蠢 大家都知道 你这叫贿赂这些记者呀 贿赂这些记者呀 给人家有好处 给人家报销来回的路费 然后给人家提供那个住 我相信他们来了以后呢 他会让他们住在 中国最高级的酒店 给他们吃最高级的大餐 带他们去玩啊什么的 一定会把他们招待的 舒舒服服的 很可惜呀 这些西方的记者 他们还都比较训练有素 他们都有他们的职业道德的 他们的职业道德 不允许他们干这样的事情 这叫贿赂 任正非的这个行为 叫做贿赂 他们这些记者 都不可以干这样的事 不可以收人家的费用 替人家宣传 他们不可以干这样的事情 任正非的这个offer呢 被人家西方媒体的 那些记者给拒绝了 任正非拿的这个 纯属都是中国本土 中国大陆国内的那一套 完全都是大陆这一套 我觉得他这个行为呢 不仅让他没有达到目的 还挺丢人现眼的 那些记者呢 心里面应该是挺看不起 他们华为的 也挺看不起这个任正非的 做这样的事情 这叫不正当的手段 这是这一件事情 另外呢 他还做了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什么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 华为这件事情 是怎么爆出来的 华为这件事情呢 就是孟晚舟 跟汇丰银行撒谎之后 骗得了汇丰银行的服务 但是之后呢 被美国发现了 美国发现以后呢 就跟汇丰银行做调查 汇丰银行就把所有的事情 都跟美国就招了 本来他们也没有错 是这个孟晚舟 欺骗了汇丰银行 又不是汇丰银行 和孟晚舟合伙 欺骗美国政府 这件事情呢 本来 别人也不知道 但是 但是呢 孟晚舟 欺骗这汇丰银行 这件事情呢 是由路透社最先报道出来的 而且路透社呢 在之后 又报道了好几次 前不久呢 应该路透社 在孟晚舟被抓之后 还又报了两次新的证据 路透社呢 确实是 还是一个比较厉害的媒体 他们呢 一个是对孟晚舟 这件事情的报道 让我们领略到 路透社的厉害 另外呢 在刘强东的那案件的时候呢 我们也领略了路透社的厉害 那这个任正非呢 当然了 他是知道了路透社的厉害 他并不计路透社给他们造成麻烦的这个前嫌 他倒是不计前嫌 他能够看到 什么是大的利益 什么是小的伤害 是利益大 还是伤害大 他做了一个什么事情呢 他找了路透社的十位资深的记者 他找他们十位资深的记者 然后呢 他offer他们一个工作机会 一个什么工作机会呢 就是华为公司的公关总监 年薪二十万美金 这个总监呢 手下 有一个部门 这个部门呢 不知道他以前有多少人啊 这个部门 将来呢 要有三百人之多 要有三百人之多呀 这个部门叫一个什么部门呢 叫公司事务部 公司事务部门 三百多人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部门了 这个公关总监 年薪是二十万 找了路透社的十个人 不知道路透社有没有人为此而动心 不管有没有人为此而动心 我觉得呢 任正非有可能因此而惹上麻烦 任正非前面 跟那些记者 offer他们说 包你们来回的飞机票 包你们这个 包你们这个吃住行 在深圳的吃住行 所有的一切 这个行为 已经构成了贿赂 它是一个贿赂罪 然后任正非 又去人家路透社 找十个记者 要挖人家的墙角 这件事情 有可能也违法 有可能路透社 可以起诉他挖墙角 你说这任正非 是不是老糊涂了 我为什么说任正非 会比较固执和刚愎自用呢 是因为华为是一个很大的公司 他的律师肯定不止一位 他是一个律师团队 一定是一个律师团队 而他公司的律师团队呢 应该各丁各都是优秀的律师 但是呢 这些人当中 会没有人给他一建议吗 一定会有的 但是他仍然是这么做了 那就只能说明他比较固执 他比较刚愎自用 做出这样的愚蠢的事情来 还有一件事情呢 给我印象挺深的 是什么呢 就是他邀请这个西方的媒体 到深圳来参观他们的总部 然后呢 他就在公司的那个咖啡杯上啊 上面写的一句话是什么呢 灯塔在等待 晚舟早归来 这是一个美好的祝愿啊 对吧 他祝愿这个孟晚舟早日归来 但是呢 我从这句话呢 我能够看出来 他们华为没有认识到 他们自身的问题 他们认识不到自己的问题 他们真的是觉得 孟晚舟是冤枉的 他们不认为 孟晚舟跟汇丰银行 说的那些话是欺骗 她觉得 孟晚舟说的那些话 都是正当的 那他们呢 跟伊朗做生意的这个错误呢 他们更加的认识不到 还更别提了 他们的技术上 有很多人指责说 华为的成功 他的技术都是偷来的 我倒不认为呢 全部都是偷来的 他应该说 在起步的阶段 可能偷了很多 但是他一旦起来以后呢 他也做了大量的研发 但是呢 他们确实有这种 偷到的习惯 像人家给他寄一块 那个钻石玻璃 然后呢 他们都会拿来研究一下 看能不能偷到 人家的技术 还有呢 就T-Mobile 那个Finger 那个手指机器人 他们也去偷 这些东西呢 他们认识不到 他们自己的错误 他可能认为 这些都是应该的 这些都是正常的 再而是呢 这次贿赂 人家这些记者 他们也不以为然 不知道他们 现在有没有认识到 被人家记者拒绝了之后 有没有认识到 自己做法的不妥 好 关于这个视频呢 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